你一定是这样一种的受压 它不受压 你发现没有 对吧 不受压能出来 就是你的 就是这个好的东西 你再来吧 你看你这样子 我去压它是空的你的网 我压它以后 我是压上去没东西 所以我就会反弹 如果你用劲的话 你用劲 你看这个压上去是有东西的 所以我就站稳 对吧 你越压越站稳 你肯定是要用很大的力气 才能打我 但是你用那个东西走的话 我压它 我是反弹 我不得已 我只能不敢压 我只能走 不能压 我只能走 只能付出你这个命令 接下来就是这个中心 你也要往你走 往你的运动 这个中心 往你那个运动 你还有一个对称 它这个 一个是回路里面 这是去路 那是回路 等于像地球那个 接通一样 就是那个电 好像接通了 阴阳接通了 你走 它的 它是它的 如果你心里是这样的 还算有的话 那么你记住一点 它这个中心 我现在这边封住你的话 这个中心点 刚才是这边的吧 因为它是蓄的 所以不一定是在 一定是非要在这里 或者是 它是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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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角度不同 它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比如说人家封住你 觉得有点要喷了 有点有点 有点便扭了 没事 你收收小 你把这个做成 对 收收小 收收小 以后你觉得 算差了 放放大 收收小 放放大 它能 那你这个时候出来就顺了 人家挡你这时候 就是挡住了 用这个方法去连拳 用这个方法去连拳 如果你每一个手 因为这是很老 上下也是 上下运动 你这个时候要往上运动 往上运动 你是有点 假定了 因为它真是杠杆运动 假定我这时候 在这里封住 这一个支点 对 如果你按照这个 这个空中心点 你的运动是 为了它这个想象 为了它想象 它 这个点 撬不能远 你这个 把它撬起来 但是呢 这个点又不死了 它也 也准了 也准了 所以呢 两个点的互动 它这个也要压你 要不准 然后呢 当这个点走 如果说我现在压住你 你起来那么走 这边有一个支点 它是这样走啊 这个点 我又要你一走 我就我又要这个支点走 刚才是在这个时候 你起来 它们是这样走 这个点 如果一到这边 来到 你是这样走 这个点到这里 你是这样走 这个点到这里 你是这样走 你反正是围绕它 在这边站 对吧 但是你的目的就大不了了 当这个点 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 你现在先围绕我 我去 我去 你 假定说 我去筋压上 我去你走了 吧 你这样走 你看它已经 它已经被掉了 这样走 如果又被压错了 对吧 你又被这样走了 你看它又走了 又走了 好吧 这里的话运我解决 就用解决 如果这种状况